大家都说创业是这个九指一松嘛 在一个整个人工智能大浪潮 跟国家这个创业浪潮的推动下 我觉得还是幸运的 走得还是比较顺 是超乎预期的 我叫陈正杰 是及时角科技的创始人 我来自澳门 我是在2014年来深圳的 当时过来实习在腾讯 毕业之后在腾讯 待遇还是挺丰厚的 但整体来说 我觉得就是那种价值感和成就感会没那么强 因为我觉得我自己的成就模型来源于创造 后来就觉得出来创业 就两颜色长跟一颜色 就等于多一个合成 然后再加点便宜 其实为什么我会选择联工智能作为我整个的踹方向呢 当时我们感觉首先这个赛道非常有前进 第二个呢 我们会看到这一个赛道 实际上它是一个自立和技术密集型的一个赛道 它比较适合我们 我们就开始做这个行业了 现在这个数据及管理功能它是怎么样 已经是可以自动上传吗 之前的话我不定一还没有 OK就下个晚上才是自动上传 现在是可以倒出来是吧 即视角是一个计算机视觉领域的开发平台 分发平台 交易平台 其实就是做出不同的算法面向与不同场景 我即视角这个平台来去服务到各种各样的企业客户 那这一款是我们在疫情期间的一个防疫产品 我们这款产品的主要是去检测有没有戴口罩 我们把口罩栽了上面就会有一个红色的报警信号去告诉大家 像是口罩检测这样的一些图像识别的产品 有X光红外线检测仪 这两款是我们当时面向疫情期间推出的产品 所以其实我们的算法已经用在很多地方政府 像是珠海的智慧城管的一些系统 长沙 成都 江门非常多的智慧城市的项目 我最开始呢在高中其实已经在珠海这边去读书 本课的时候我是在中大 也是在珠海在领南学院 因为其实家里也在那个珠海跟广东城做生意嘛 所以的话从小在广东这边的时间就会比较多了 直接给钱吗是怎么办 给钱 但是也把费用而且会有一些业绩的要求 研究生我在关华读硕博就企业管理这块 比较小的时候呢因为这种商业的渲染 从小我就觉得希望未来是自己做生意创业 那做生意创业其实它很需要一个圈子文化 在内地读这个学位能够去做这个沉淀 集市角其实最开始是14年我们在澳门成立的 但是在这种早期投资呢它是相对比较欠缺的 所以我们找了一圈都没有在澳门找到一些合适的投资机构 见了一两百个投资人才找到了我们这个天使投资人 深圳其实周边有非常好的一个硬件产业链 中国的安防摄像头其实在深圳这一片也是一个主要的生产区 也是跟我们产业标结合 所以就选择在深圳了 然后有了资金之后其实呢我们也不断会有更多新的挑战 我的第一步往往是最难的 特别是科技创业从技术转到商业的应用 比如说我做一个人流的一些统计 那我在户外它可能下雨怎么办对吧 比如摄像头被遮挡怎么办 然后角度不对怎么办 包括它的性能要求有多高就不能有bug 考虑的东西会一下子变多了很多 就整个系统会复杂化很多 安装的项目最开始我们全都要自己上的 其实角的第一个客户产品会涉及到监控摄像头 监控摄像头在天花板是要走线的 它其实是一种管道式的天花板 所以当时我也只能够亲自爬上去 然后把这个线全部走完 差不多三到四个通宵 所以其实从那次开始我们就还是有深刻的意思 这个创业的确比打工要辛苦多 但是创业给你带来的是一种不一样的成就感和满足感 在大湾区每年有大概一两百两三百万的政府的一个支持会给到我们 在创业的时候我们会用云服务 它这些云服务呢在湾区在大陆已经是很完备的了 而且价格可以说的非常低 无论是香港澳门它的本身的区域是非常小的 那我觉得可能作为民间更多 它应该是拥抱一个大的未来大行业大机会 那这个机会毫无疑问的肯定是在大陆这边的 老师 还好 那这一二十五十二十三十七十一屆 始终起来一年的 本头的一整体 London